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就是一开始不认识的时候以为他很凶 然后结果相处久之后他是蛮贴性的一个学长 记者那时候看他丢球应该是不知道是高中还是大学的那时候 刚好他刚进去那几年 然后王继铭是2008年的中华职棒选秀会统一当时呢 在第一轮第四顺位呢就选中的一个投手 王继铭是生涯的第一个打习惯 结果就好球打击的王继铭还往后退了那么一下 遭到了三阵 王继铭呢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好 同一师队我们看到在七局的下半胸胸胃进攻的时候呢 决定要换上第三任的投手换上的是王继铭 最好是一号的王继铭 这个球遭到了三阵 威风落空 王继铭一上来啊就对张志豪投了一个三阵 送出一张老可以一个人出 大学的时候也是先发完 然后可能中间隔个一两场或一两天 就要做中继或救援的角色 所以对于角色在转换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 换上来的第二任投手换王继铭 本季出赛了有十场的比赛当中七场先发 最近三场都是后援上堂 2011年的时候前面先发 然后回来之后 可能中继有比较多的问题吧 所以就被投手家庭告知现在牛棚待命 我也没有想到待命会待命这么久 他早期也是先发中继后援样样来 就我也曾经跟他讲过了 你的角色就如同我在球队的开始 你想要个人成绩拿到个人奖项 唯一在一个中继环节才有机会 那如果球队需要你在场上用不同的角色在出赛 你想要拿一个个人成绩几乎不可能 那这就是你的宿命 这个宿命换过来你在球队里面的角色 变成是不可或缺的选手 在投手群里面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在这个棋子你把自己如何在比赛中 或者球队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能力壮大 永远都会有你的位置 那王静明呢大家仔细看 他十胜六败九中继成功 他要挑战的一个记录 是史上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个 十胜十中继成功的投手 那他现在是九中继成功 哇 挥棒落空三球三阵 挥棒落空 哇 三阵出局 手下来我觉得 生涯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11年总冠军赛啊 挥棒落空 这小盼力是一个好球进来 挥棒落空 尹哥给我们莫大的信心吧 因为第一次参与这么重要的比赛 然后他赛前把我们年轻的集合起来 然后告诉我们一句 上去就是放手一搏 不要有任何的保留 然后上去就全力以赴 然后失败没关系 然后交给学长 就交给他 所以上场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 我觉得背后有靠山 不用去害怕自己失败 中华民国历百年的职棒总冠军 你们再来欢迎王适宁 王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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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是卿方中表现相当精彩 莫得总冠军赛的MVP 有一段時間他的生活有一點走掉 我覺得他應該是那段時間是非常的 投得很掙扎的時候 呂教練對我很看好我 但是我的作為總是讓他擔心 所以我去找他聊天 因為他的時候他的生活 他的整個已經稍微亂掉了 所以要把他拉回來 所以是以學長的身分去跟他軟硬監視 其實他也不是鼓勵我 他是比較另類的 用一些嚴厲的責罵 覺得已經達到這個層級了 不應該會發生這種事 然後應該要控制好自己的 言行自己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 慢慢的改變自己 如果依照以前的生活習慣 可能我早就離開職棒圈了 畢竟一場比賽 跑壞 有滿多 滿多低比分的比賽都是 贏中繼的表現 雖然不會被看見 但是我覺得慢慢有在被認同 敬敏算是我們統一近幾年來的 中繼投手裡面貢獻最高 也最有價值跟最有成績的一個選手 很高興教練新任務 在成敗有狀況的時候能夠推派我們出來 然後也很高興能夠為球隊 把勝利留在我們這裡 其實擺中繼真的也不容易 我記得他好像也有50勝 其實我覺得50勝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時候統一是隊員主動的換投手 換上飛奧CM1號的王晉敏 這一球踢出去 但是是一個小飛球 直接進到了陳崇敏的手套裡面 這個球真的太準了 這是王晉敏職業生涯第600次的讀三陣 佩服他說可以丟那麼久 然後球技跟球數上都不會落差太大的樣子 就是蠻祝福他的 先恭喜晉敏、百中繼 然後我也會以他為目標 我只有打13年就退休了 你今年已經打到13年了 那百中繼也達成了 好好思考你未來 要如果再去創造你在球隊裡面的角色 或是在場上的成績 我也沒有打那麼久 那也期許你可以在未來的幾年 在創造自己在球隊裡面 不可或缺的那個選手 很開心能夠來到這個球隊 然後很開心 能在這個球隊走到這一步 覺得一直待在同一個球隊 同樣的生活習慣 同樣的 雖然隊友一直換 但是希望能夠像三哥一樣 換到 就是隊友換到後面 連自己同屆的人都不在 希望可以投到那個時候